热到不只拿扇子扇 还有人直接搬出小电风扇 明明是在室内看一对交接 怎么搞得像耐热大作战 在最热的时候 关冷气大家都说受不了 我们实测一下外面的温度 有33.9度 但走进来里面 似乎温度也没有降下来 我们测一下里面的温度 来到32.2度 室内室外温度差不多 都是因为中午1点到3点 怕缺电 国富纪念馆配合政策 中午冷气开28度 不知旅客热翻 一对弟兄站刚一站就是一小时 就算有训练 还是热得满身汗 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应该开一点 这样大家也会参观的心情 感受会好一点 你觉得这种景点 是不是应该就是要舒适一点 对 因为人会比较多 旅客认为人潮中毒的景点 中午最热的时候 冷气开28度 不知省不了多少电 还让旅客抱怨连连 尤其国富纪念馆是室内密闭空间 两侧大门 热风只进不出 人潮一多 就像烤炉 三军一队不管室内或室外 都得通过热的训练 培训时就得在太阳底下 站一到两小时外 衣着还有秘密 还未穿正装前 衬衫又有玄机 前面看起来很正常 背面则是中空 就像肚兜 避免缺电只好叫公家机关省电 机关一队有练过 耐热程度没问题 但游客看一队交接 却得热的汗流浃背 恐怕也冲击台湾的观光形象 记得季关宏李嘉宇 台北报道